姚蜜曾含泪承认 如果她愿意娶我 我就不会嫁给刘凯威 说起姚蜜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虽然她年纪轻轻 但跟你说是娱乐圈的元老了 姚蜜因为家里的关系 从小就进入了演艺圈 演过不少角色 成为一名有名的童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蜜也越长越漂亮 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 也采连了很多的电视剧主角 尤其是杨蜜演的功 凭借精湛的演技一举成名 也成为家里户晓的明星 但这么一个前途无量的女明星 在她事业正蒸蒸日上的时候 却嫁给了刘凯威 婚后也为她生下一个女儿 朋友们表示不能理解杨蜜的想法 但婚礼上看到她们如此幸福 朋友们也祝福她们白头洗脑 希望永远幸福 婚后由于很难将家庭与事业进行权衡 几年之后两个人就走到了婚姻的尽头 他们并向外宣布了已经离婚的事实 离婚之后 两个人为了不让女儿受到影响 决定以亲近的关系 将女儿小糯米非常长大 本以为这样恩爱的夫妻 会一直携手度过一生 没想到最终还是离了婚 很多网友都表示非常可惜 其实杨蜜和刘凯薇在一起时和于浩铭有过一段恋情 那时由于她们都是失业的起步阶段 甚至可以说是新人 因此她们两个人并没有向外公开 但天有不色风云 怎么也没想到于浩铭在拍戏中意外遭遇火灾 导致毁容 于浩铭为了不拖累杨蜜 她最终选择分手 杨蜜在一次节目的采访当中也含了一承认 如果她愿意娶我 我就不会站在刘凯薇 对此很多网友表示 两个人最终还是有缘无分